从2002年12月开始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 随着湖北湘凡市委书记孙初衍的落马 陆陆续续地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 其中市数相关单位 县市一把手30余人 厅级干部11人 湘凡最严重的官场腐败 如山洪般爆发 除了市委书记孙初衍 落马名单上还有 原湘凡市常务副市长赵承林 原副市长孙初衍 原市人大副主任张克璐刘友庆 以及原市官局长刘维志 原市建设局长刘顺学 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玉国 湘凡市两任交通局长陈奇及魏维等人 由此人们立刻再次联想起官场地震前 轰动一时的高英远 2002年3月15日晚 一条黑色的人影 从宝石宾馆十楼坠落 咚的一声 相交欲远 当天晚上的10点20分 高天虎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老河口市宝石宾馆的女老板 王书军打来他 电话里 王书军用急切的声音说 喂 是音音的家人吗 我是宝石宾馆的王书军 你们家音音失踪了 高天虎一听 立刻反问了一句 什么叫失踪了 他不是在你们宾馆打工吗 失踪是找不到了还是什么呀 你们没人看见他吗 不长时间了 报应了吗 语气之中 又是急切又是关心 电话另一头的王书军说 找不到人呢 我们都在找 你们快过来吧 前面再商量 高天虎一家 是湖北省老河口市的赵岗村人 放下电话后 高天虎和妻子陈薛荣 赶到十里外的保时宾馆 高天虎夫妇 在四楼见到了王书军和他的妹妹 两人告诉陈薛荣 高英雄上酒楼送茶后 就不见人影了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 五分钟后 王书军告诉陈薛荣说 找到了找到了 英雄找到了 这时候 陈薛荣看见自己的女儿 被人从三楼大厅抬了过来 女儿满脸是鞋 上衣好几颗扣子都没了 腰带和鞋子也不见了 她的脸上 肚皮上 有类似于抓伤的痕迹 两手手腕呈现黑紫色 宾馆人员说 是在宾馆大楼后面的洗衣房的房顶 找到的高英雄 继而推测 她是从酒楼掉下去 摔到那个地方的 陈薛荣哭着上前抱住女儿 只觉得女儿两手冰冷 老板王书军立刻叫员工们将其送到了医院抢救 老河口是第二人民医院 抢救室内 值班医生诊断之后 宣告高英雄早已死亡 高天虎夫妇顿觉天塌底下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突然死了呢 是谁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高天虎盲问 报警了吗 宾馆老板王书军的弟弟王勇 立刻紧张兮兮的回答说 没有报案 继而 王勇似是想起了什么 换个语气说 如果你们要报案的话 我们就不管了啊 就在这时 高天虎的二弟高天成赶到医院 一进门 恰好听见王勇的话 高天成转眼看到侄女的惨状 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手机拨打110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110居然一直打不通 事后 高天成居然听周围的村民说 那天夜里 很多人的手机都无法打通电话 时间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 当时 高天成并没有多想 只得收起手机 一路小跑 亲自跑到官局去保安 第二天 即2002年3月16日 老河口警方指派的法医组 对高阴阴的尸体进行了尸检 法医将高阴阴的尸体 抬到医院外的草地上 进行了例行的检查 高家人也目睹了尸检的过程 十分钟后 法医得出结论 高阴阴系自杀神网 这个结论遭到了高家人的强烈反对 高家的许多人 从第一眼看到高阴阴的尸体时 就觉得疑惑重重 这些疑点包括 高阴阴的脖子上 有紫红色的掐痕 两手手腕及手背 有紫红色的握痕 像是被人用力抓持过双手 上身所穿工装扭扣 少了几粒 下身裤子拉链开着 腰带也不知去向了 高天虎夫妇认为 鉴定结果与事实不符 强烈要求当地警方 查清女儿的真正死因 十年十九岁的高阴阴 出事的前几天 曾回过一次家 陈轩仲还特意为女儿 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吃完饭 高阴阴对父母说 最近宾馆里总来一个人 说自己是市领导 相反市里的 老盯着我 非要请我吃饭 我觉得他绝对没有什么好心 我就拒绝了 高天虎说 对 别打了那群人 没个好东西 接下来 陈轩仲问女儿 周围的同事怎么样 高盈盈便对父母讲 宾馆里很复杂 但自己绝不会做 对不起爹妈的事情 有些事情能忍就忍 不能忍绝不忍 他打算这个月 发了工资就回家 不在那里干了 事后 陈轩仲提供了一张写于2002年3月9日的单子 也就是高盈盈身亡的6天前 单子的主要内容是 高盈盈向宝石宾馆提出辞职 事发的前一天 即3月14日 高天虎夫妇路过宝石宾馆 还特意叫女儿出来 一家三口聊了几分钟 期间 高盈盈并未表现出异常来 既然女儿一切正常 那为什么要自杀呢 面对女儿的尸体 直叫高天虎和陈轩荣夫妇痛不可当 在老河口第二人民医院 有人提醒高盈盈的亲人 要偷偷地拍摄她的伤情照片 高家人觉得有道理 于是用借来的相机拍了下来 接到高天成报警的警察 连夜赶到宝石宾馆 简单地看了一下 然后却说天太黑看不见 要等第二天早上再看现场 可谁都知道 命案发生后 第一时间保护现场 勘验现场是第一原则 但不知道为什么 老河口市的公安人员 竟然没有勘验就离开了宾馆 这到底是独职 还是另有隐情 在医院的高天虎 听说此事后愤怒地说 人命关天的事情 110为何一直打不通 为什么公安不连夜查看现场 为什么不对现场进行保护 此外还有一件令高天虎夫妇 耿到不解的 不合乎逻辑的事情 高盈盈有个行李箱放在宿舍 里面有日记 衣物等可能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可是当地警方在无人见证的情况下 撬开了高盈盈的行李箱 而且对此事并未做任何的记录 显得十分草率 营绕在高天虎夫妇心头的有两大疑问 如果真是自杀 那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不是自杀 那就是他杀 到底是谁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呢 高家人发现 坠楼现场出血量很少 根本不像是人体高空坠落后 尸体在现场停留了至少一个小时的现场 如果是自杀 那么高盈盈的鞋子腰带在哪里 上衣扣子为何会扣错 扣子为何缺失 裤子拉链为何会冻开 后来发生的一切 更是出乎高天虎夫妇的意料 宾馆方对高盈盈上楼的说法很不一致 老板王淑军说让他去倒茶 宾馆某位部门负责人说 让高盈盈上楼去换零钱 另一个负责人却说 让他上楼倒开水 三个人三种说法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 还是都是假的呢 仅这一点来说 此事必有蹊跷 按常规 凡是女性死亡事件 有经验的法医都会首先考虑判断死者生前 是否遭到了强奸 那么检查女性阴道有无残留物 提取阴道分泌物便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还要检查死者的乳房是否受到破坏 而这些法医都没有进行 据高盈人回忆说 法医只做了体表的常规检查 拍了几张照片 看看各处有没有伤 然后就走了 在高盈人如此重视的环节 法医草草了事 而且法医对死者的外伤成因 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也没有给家属出具死亡鉴定书 仅仅口头告知 死者属于意外死亡 高天虎拦住法医问 脖子还有手腕处的玉子 是怎么造成的呀 为什么有明显的手指抓痕呢 这些跟死亡没关系 是不是有人掐过我家应用 法医答道 我只说与死亡有关的 其他的伤痕不在工作范畴之内 请见谅 法医离开之后 一个公安局的领导来了 跟高家人说 按照公安局意见和正规流程 尸体应该被送往殡仪馆存放 高家人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 老河口市委 几大领导班子来了很多人 高家人都不认识 他们轮番与高家人谈善后事业 并要求将尸体尽快活化 尽快 为什么要尽快活化 人世间罪恶繁多 问苍天饶过哪个 感谢大家对老崔的支持 本集到此结束 再见